读完了明书记 更明白天父爱你的心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明书记第36章 今天是明书记的最后一章了 在进入江南地之前 天父还有一些 关于产业分配的细节 想跟大家说清楚 相信天父之所以会 这么仔细地制定规范 只是为了避免 有人以后想耍小手段 来夺取其他支派的土地 进而发生支派分裂的情况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 明书记第36章 明书记第36章 约瑟的后裔 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基列 他子孙中的朱组长 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 以色列人组长面前 说 耶和华曾吩咐我主 年纠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 将我们兄弟 希罗菲哈的产业 分给他的众女儿 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 就必将我们祖宗 所遗留的产业 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 这样 我们年纠所得的产业 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 这女儿的产业 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 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 吩咐以色列人说 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 论到希罗菲哈的众女儿 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 这样 以色列人的产业 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 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 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这样 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 要各守各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希罗菲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希罗菲哈的女儿 玛拉 德撒 荷拉 密加 挪阿 都嫁了他们伯属的儿子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 玛拿西子孙的族中 他们的产业 仍留在同宗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迦南地的产业 都是按照人数比例来分配的 地点也是抽签决定 所以这代表一切都不按照人的意思 而是按照天父的心意 亲爱的朋友 天父了解以色列百姓 他当然也了解我们 所以鼓励你 相信他透过圣经 为我们所制定的每一个规范 其中都必定有他美好的心意 当我们跟随他的教导 才能不治跌倒 更火出美好哦 恭喜你读完了民数记 希望这卷书 有让你对以色列的文化和历史 有更深的认识 明天我们终于要进入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 生命记了 相信从摩西的回忆录中 你将会深深感受到这位领袖的温暖 也会看见天父的信实和陪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陪伴我读完了民数记 让我更明白你爱我保护我的心 也求你使我每天都能真实地与你更靠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一天天靠近天父的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